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1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带来关心的地方建设 封冰箱新社村为全台格马兰族的大本营 但却没有专属的部落局会所 108年经过时任乡长邱福顺 积极争取获得圆明会1600万元的经费之后 乡长江丽婷今年则是接棒推动 而目前乡公所也已经进入了土地不用阶段 期盼能够赶在今年10月份以前完成发包动工 为台湾原住民族群之一的格马兰族人口不多 尤其封冰箱新社村为台湾格马兰族的大本营 部落族人在正名不到20年间 积极复赠教育以及传承传统文化与语言 但无奈于整个东海岸沿线 却没有一个专属格马兰族的部落跳舞场聚会空间 地方公所也很关切 那其实这一块土地是在108年的时候 我们邱乡长其实在上任乡长就非常积极在 希望我们有一个格马兰的一个跳舞广场 那他就带着代表会还有我们所有的一些族人 上去圆明会这里去拜会主委 希望能够经过圆明会这边的认同 以及肯定还有支持 那就很顺利的要到了1600万的经费 历经三年多的时间接棒推动的乡长江丽婷也全力克服各项难关 尤其今年获得圆明会经费支持 针对部落聚会所预定地涉及私有土地 国产署与陷阱局等机关单位共识三笔的土地 乡公所也积极的居中协调 积极办理土地拨用 希望能够尽快解决用地的问题 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的顺利 其实这个土地拨用的经费我们的已经有了 那我们现在都在跑流程 因为有大概有13笔的土地 我们需要做一个拨用计划 那我们现在也在很努力 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在10月份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动土的一个开工典礼 乡公所将以现有的格马兰文物展示中心园区 作为未来格马兰族人专属的部落跳舞场或聚会所 部落族人高度支持也相当期待 部落聚会所辟建计划顺利成型 成为格马兰族技艺语言文化 以及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教育中心 记者是玉兰风斌采访报道